桃园荣家附设的两家日照中心 获得了壁矿科技公司 赠送两部长照服务交通车 提高服务的可敬性 让长者可以获得更友善的接送服务 壁矿科技公司 继今年4月捐赠了两辆长照服务交通车之后 9月再度捐赠了两辆长照服务交通车 给桃园市政府 协助桃园市打造友善的长照服务 两辆交通车将运用在桃园荣家的两个日照中心 接送失智失能长辈 接受长照服务 壁矿科技PG Talk 那是本土的视讯软体的品牌 那么服务基于回馈社会的心 捐赠了两辆我们的这个长照服务专车 那我想可以让行动不便的长者 能够更方便更友善 那我想这个政策我们将来也会继续推动 壁矿科技公司的董事长陈思宇 代表公司捐赠长照服务交通车 关怀长者的健康照护 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让需要就医的长辈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就医资源 并可以提升长照到人们的生活组织 PG Talk希望为台湾尽一份的民国之力 让我们一起关怀更多需要被照顾的人 那后续针对市府有利于民众的政策活动 我们都会积极的参与 目前桃园市已经有50家社区市的长照机构 367个巷弄的长照站 为了解决失能和失智长者的交通问题 市政府鼓励民间部门参与社区市服务的交通接送 核定补助的对象 每趟次最高可以获得230元的补助 不足的差额有使用者负担 长照服务的使用者可以咨询照顾管理专员 协助核定身份